王杰的嗓子遭人毒害 真凶究竟是谁一直都是网友比较关注的话题 之前还牵扯到了谢霆锋 不过后来被证实 谢霆锋只是无辜受牵连 下毒的另有其人 至于是谁 就不得而知 近日 一位资深的香港鱼记 在萌的视频平台 爆料早年香港娱乐圈明星们的去世 起初网友们都对他的爆料是怀疑态度 最后这位资深鱼记 阿祝赛出自己在香港的鱼记采访中的各种证件 证明自己的身份和爆料的真实性 燕明正身后 这位资深的香港鱼记迅速圈等无数 网友们也纷纷向他留言打听香港娱乐圈事件的真伪 其中关于王姐嗓子被毒害仪式是网友们最关心的问题 几乎每个视频的评论下方都会有想知道王姐嗓子仪式的留言 为了解答网友的疑惑 阿祝就在社交平台 爆料了当年王姐嗓子被毒害的事情 不过事情可能会让大家大失所望 整件事情并没有所谓下毒的真凶 阿祝表示根本没有任何公司和个人给王姐下毒 整个事情都是王姐自己空穴来风 阿祝在爆料中称 一、我在香港做娱乐记者二十多年 王姐被毒穴的事根本没人信 如果有这种事 警察会立案追查 一没报警 二你立案 说明拿不出证据 只是王姐自己空穴来风 二、为什么这些话在内地传出 我相信是有人要转移视线 希望博得各米同情 如果一个歌星 从不略歌又抽烟又喝酒 试问嗓子又怎么能保持 三、在香港 王姐被厂前公司雪藏 每月只拿八千块车马费生活津贴 十年合约 没人找他拍戏及登台 就已经可以将其封杀 根本不需要下毒 没有一个娱乐公司老板会这样做 这是犯法的 这是要坐牢的 在和网友的互动中 阿珠还表示他已经说了实话 不过大家还是喜欢阴谋论 同时还称在香港就是觉得他在炒作 只有内地人才会同情他 其实在之前王杰接受采访 中自爆被下毒的经历时 就有网友对王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王杰曾在微博中透露 自己被下毒是在2007年 而2007年的王杰名气已经大不如前 这个时间也被网友扒出和他之前在演唱会上提到的时间不一致 而他自己的说法是 因为有人想要打压他上位 网友们便产生了质疑 谁会去毒害并打压一个已经过期的男性上位呢 之前也有网友发出王杰第一次提到嗓子被毒的事 是在一位歌迷在论坛发帖称怀疑有人给王杰下毒之后的几天 而且这位发帖的歌迷在王杰自爆自己的嗓子被毒害后 还发文称自己当时只是调侃 没想到被当事人当真了 如今香港资深渔记大爆王杰嗓子被毒害的事情 在结合之前网友发出的各种细节 王杰嗓子被毒害仪式很有可能只是他自投自演了一场戏而已 对此 你们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